HELLO 你们好 又是爱回家时段 我是Jeffrey Leung 今天就跟大家讲关于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幸好就是关于安乐死 或者在加拿大就叫做 医疗帮助死亡的 再次讲回我们讲安乐死 我们就不是鼓励人去安乐死 而主要我们就想透过这个 discussion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加拿大的一些文化上 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让他们更加清晰了解 加拿大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 以下来我们就会用安乐死 统称了MADE MAID 就是医疗帮助死亡 因为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安乐死这件事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要安乐死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第一就是最近在Alberta有件案件 就是爸爸用一个禁制令 禁制了他的女儿安乐死 但其实加拿大本身安乐死是合法的 由安乐死合法开始到现在 加拿大已经有四万多个人 就是用安乐死的方法离开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叫安乐死 希望我们的朋友 甚至乎我们的家人自己 都可以作出一个比较independent 没有人阻止或者是 骚扰我们的决定之下 作出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第二不要忘记加拿大 都有一个叫做 权利与自由的宪章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 Charter Rights and Freedom 很多时候那些人都挂在口边 那若然有一天 你的亲人 甚至乎你的子女跟你说 这个是Charter Rights 给他们一个权利去生存 或者他们选择他们怎么生存 或者甚至乎离开的时候 作为父母或者亲人 究竟你又可以怎么去面对呢 那今天讲安乐死 我们就尝试是拿一个的case 一个法庭的case 是发生在今年的一月的宣判的 就是一个爸爸呢 就是禁制了他的女儿 是进行一个安乐死的 那事源呢 这个女儿呢 就是27岁呢 那因为法庭呢 有一些的保密的协议呢 那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叫他呢 就叫做MV 那而他的父亲呢 就叫做WV 那他爸爸呢 就说呢 就禁制他的女儿 不能够进行安乐死的 其中的原因呢 他说根本他的女儿呢 是不适宜呢 是接受 那什么不适宜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其实如果要接受 在加拿大接受安乐死呢 是有一连串的不同的标准 的目的是要达到的 达五都 那就是不适宜咯 那一会儿呢 我们会长谈究竟 是哪一方面是不适宜的 那这件案子 也都是可以告诉我们 在加拿大里面呢 虽然是有一个的 权利和自由的宪章 保障了每个人的权利 可以做出他自己想做的事 就意思是说可以安乐死 但是呢 这个法轮的 这个法庭的判断呢 也都可以说 家里的人呢 也都可以作出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可以是左右到呢 这个的安乐死的决定的 那究竟呢 要获得这个临终医疗的援助呢 就一定要呢 就满足了这些以下的标准呢 首先呢 就是有资格呢 就获得省政府地区 或者联邦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 那就是说 你不能够travel在别的地方里 譬如说 out of加拿大 那travel上来 就做一个所谓叫做 tourist的suicide 是不可以这样做啦 那就是说 一定有医疗卡 可以这样说 年满18岁 而且是精神健全 那这个也都意味着呢 能够自己呢 就是做出一个 医疗保健的决定 就是不可以被人左右啦 就患有严重 而且是无法治愈的 健康的情况 那例如呢 就患有严重的疾病 或者是残疾disability 就并且呢 就无法逆转的 严重衰退的情况之下 很严重的 就是见到他 那或者是致愿呢 最重要呢 也是致愿呢 就请求这个死亡医疗的协助 就是不能够有医生去initiate 这个请求呢 也都不能够是外部的压力 不可以逼他的 也都不能影响他的 其他的人 那但是跟着呢 在2021年呢 加拿大这个的条例呢 就有所改变了 那他呢 就说呢 就如果有一些的 这一类的patients 这一类的人士呢 他根本呢 就已经不是说 臨死了 就来死了 那意思就是 他可能是伤残也好 或者是自己 很不开心啦 或者是有一些的 mental issues 的话 而他是想自己揭出的生命呢 其实都可以的哦 那 那 有些eligibility呢 他是需要呢 就for free of it 的条件 第一呢 就需要呢 就maid 去向医疗的单位呢 就请求呢 就一些的evaluation 这些的assessment 起码是要做90日啦 就对这个造成呢 就痛苦的情况的 就要专业的知识呢 就要给他呢 让他知道那究竟是 是什么一回事 什么叫痛苦啦 还有呢 患者呢 需要呢 就要了解到 所有的资源啦 就一些的合适的方案呢 就让他们去减少痛苦 那这些呢 就叫做呢 姑息的治疗 姑息的治疗呢 就 palliative care 那其实这种care呢 是一种的 跨学科的医疗的治理的方法 是希望呢 能够优化到患有严重啦 複杂而且是 通常是绝症的人的生活质素 而减轻他们的痛苦 那呢 就要有这些这样的治疗 给他们啦 但是还有的就是 接受就是 治疗的这个人呢 也都要慎重呢 去考虑去接受呢 这些资源和服务 在这些的情况之下呢 这种人 意思就是说呢 由普通呢 就由一个terminal illness的人 就是就来临死亡的人 就以至一些的其他 不是临死了 那可能他是mental 或者disability的人 残疾的人呢 那其实他们自己 都可以选择呢 就是做这个maid 就是说 就是医生协助他 是离开死亡 都可以做这样东西的 那话虽如此啊 那么 那么 加拿大呢 也都是 第一个国家呢 就是接纳 就是mental illness的人呢 都可以是 就是做这个安乐死的 那在全世界15个国家呢 就是接受安乐死来说呢 那加拿大呢 自由党呢 都算是一个的领先的地位 就是他想做到啦 但是unfortunately呢 这件事呢 是要暂时各自住 暂停 suspend 那我想这个缘故 就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业界 或者是社会上呢 就是很多人 不同的声音呢 去阻挡这件事 那现界的自由党的政府 联邦的政府 也都缘于 就是太多人 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就在2021年呢 苏元虽然呢 就是通过了这个犯案 但是他们呢 就将它呢 就是叫做拖延了 暂停了 就去到2023年呢 就才开始实行 意思就是说 通过呢 就被一些mental illness的人 都可以接受这个的安乐死的 那去到2023年的时候呢 他们再次呢 就拖延多一个一年呢 就去到今年2024的3月的时候呢 就才是实行的 那但是呢 就已经呢 就宣布了呢 那最后呢 都不会实行 就是去到2027年呢 就才呢 就再实行这个 就是说 有mental illness的人呢 就可以选择这个的安乐死 那那说回这个case呢 加拿大这个case呢 就是Daddy禁制令这件事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呢 这位女士MV呢 就已经是申请了安乐死 在加拿大那里 那在当时呢 就有 就被一位的医生呢 就是 approve了 就认为他是 eligible 那另外一位呢 就拒住了 那他就 那所以就不能够进行 安乐死了 那一年之后 他是再找另外一位医生 而这位医生在那一刻的时候呢 在2022年呢 就是说 虽然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 其实是承认了 他是就来死了 而且是非常之严重 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评估 去到2023年的8月的时候呢 according to 他Daddy的这个 这个禁制令申请的一个filing呢 就是说 在2023年8月的女儿呢 就再接受了两个医生的一个评估 那第一个医生呢 就是觉得他是適合的 是可以做这个安乐死的 那第二位医生呢 就是拒绝了他的 那那几个月之后呢 这个女士呢 就找回2021年曾经 就是说是endorse他 说他 eligible for 安乐死的这位医生呢 就再去作出一个评估 那因为本应呢 头那两个 而其中一个打和呢 就一个赞成一个呢 就说不可以的话 其实就是case 已经不行的了 但是他呢 就再找回2021年 就是第三个医生呢 那就去打回 就是去做一个评估 那当然这个医生 当然是觉得他适合了 那所以有了两个医生的证明 就说他是适合可以安乐死的时候 那他就向医疗的系统呢 就说他要进行一个安乐死了 那他的安乐死呢 本应呢 就是在1月的13号呢 是要进行的 但是在进行的之前的一天 他呢 就跟医生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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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够做这件事了 他说因为呢 在家里有一些的东西呢 他说 譬如他小时候的一些的物件呢 一些的胎呢 他未完全呢 就接触过 即是未碰回 那他希望呢 能够呢 就暂缓呢 他这个的安乐死呢 希望他碰完之后呢 才进行安乐死的 那在他跟着安排的安乐死 就是说1月底的时候呢 他真的要做之前呢 他爸爸呢 就在法庭呢 就做了一个禁制令 而这个禁制令 也成功阻止了他安乐死 同一时间呢 很多这些的患者呢 whether他是有disability issue 或者是他是有一个mental issue 他们生活的环境呢 都非常之tough的 可能他们不够钱呢 买药物呢 又或者呢 他们去看医生呢 的时候呢 都是不太方便 或者这些病的痛楚 令到他们呢 有时觉得自己没事 有时也都觉得自己呢 就非常之辛苦 再者的不停在那里 这样煎熬下去 一个普通的人都变了 可能那个mental 都会有个issues 所以就是说 究竟是不是个society provide的不够的care给他们 就令到他们 有个轻生的想法呢 也都可以退一步想想想 加拿大呢 很多时一有这样的问题的 就会想想每一个人的right 究竟是哪里 他有他的right 我就帮他去实行他的right 但是也都不要忘记 社会上呢 也都是有个right 去protect这一帮人 去帮这一帮人 我们作为家人 也都有我们的right 去make sure 他们的safety 他们有足够的医疗 也都希望呢 他们的生命呢 有所保障 所以呢 家人其实在这些case上面呢 都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这件事呢 也可以说是challenge了 2016这个法例实行的 那时候的一种的说法 那我们也都要知道 在加拿大呢 也都有一些的私隐的条例 就不能够呢 将他的patient的record呢 就是医疗的一些资料呢 和他家人呢 或者其他人呢 去share的 除非有这个本人 他自己的consens 如果不同意呢 就不能这样做 in that case 那我们家人 永远都不知道 究竟我们的亲人 发生什么事呢 这种的想法 虽然我讲得比较远了一点 也都是可以反映了解释了 为什么现在有些小朋友 或者我们家人就是说 你不要理我 因为我有我的right 和我有我的freedom 而我的right和freedom呢 亦都是加拿大的 Charta of Rights and Freedoms 就是保障了我 这个是我的权利 你不要理我 但是作为家长 作为家人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家 就是这样站在一边 什么都不理呢 那说到这里 就是希望大家呢 如果家里 是遇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事件 要和家人或者朋友去谈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千万不要和他说no 大家都要很开心见诚地去谈 而最好的呢 就是我自己一个方法 平时都可以和家人子女呢 他很open地去discuss一下 去share一下 这些的法例 大家的看法 第一 又可以增加到大家的知识 他对这件事 或者我对这件事的认知 亦都可以告诉他们 如果他将来遇到 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 当然是和家人去谈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能够令到你加深加拿大的 那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讨论其他的话题 拜拜